这一棵大栗花上次给它做了土之后 又长到了这么多 又要给它加一点土 这一次土加这么多就可以了 后期的话就不需要加土了 就是等它太高一点的时候 就把它绑在这根竹子上面 作为支撑 它是会长得比较高的 这个姜头的话还是没有出芽 它可能就是要时间久 起码要一两个月 藤仓谷 不错吧 长得就是容易倒 因为它的叶片的话比较的软 所以它是很容易倒 然后就是这个百合 已经很高了 应该快开花了 看一下 哇这个百合果然是长了这个花苞 这个百合长花苞之后呢 我们就要经常来观察一下它有没有长这个牙虫 因为这个百合是很招惹这个牙虫的 这个牙虫的话又是非常喜欢这个花苞的 Oh my god 天呐 大家看到没 这个就有牙虫了 这里 哇 这个牙虫都变得这么大了 哇 那一盘没有 这一盘有 再来看一下这一些有没有 这一盘 这一颗根 暂时还没有 这一个 这一个也没有 现在要给它们喷药全部预防一下 因为这个牙虫它繁殖是很快的 一个上面有 很快全部就有了 现在就去对这个笔丛林来对付它 这个笔丛林对付牙虫非常非常的有效 一般喷一次就可以全部把它们给灭了 这个笔丛林对水稀释八百到一千倍左右 然后把它摇匀 OK 去喷 这个花苞这个地方尤其要喷到 这个接触到它还是更容易把它给杀死 这个 stretched崩光 这个花苑的笔丛这么大 那个匀 比较全部盖下来 这一些消耗 сто 上面很正确的 遮碴 鑽 喝完之后还有多余的 再给它对水稀释一下 给它们灌根 OK这样就搞定了